全台水情拉警报 气象专家彭启明就说了 5、6月的缺水状况恐怕还会延续下去 不过随着泄水压力升温 国内的半导体厂商纷纷启动水车购水 不仅带动了水车的行情 驾涨三成 就连能够预测天灾的风险顾问产业 也受惠于科技厂的订单需求 带动商机盆乏 水库适水趋近干涸 全台水情续拉警报 尤其嘉南地区缺水危机难解 气象学家彭启明更是预估到了5、6月 水情还是不乐观 解汗的关键期恐怕得等到典型梅雨季 和今年的第一场台风到来 未来其实从现在的预测 3、4月或是5、6月 整个我们台湾附近的降雨的趋势 都是偏少的 在第一个台风还没来之前 压力都非常的大 就怕缺水不再是短期现象 因去年降雨创下52年新低 且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 彭启明认为限水恐成新常态 且随着近期的限水压力升温 国内半导体厂纷纷出动水车购水 也带动水车的行情水涨船高 从原先一趟7000至8000元 含涨到9000至1万元 价涨三成 另外商机喷发的还有能够预测水勤 解汗向的顾问产业 半导体或是面板业 它用到比别人多出很多的水 对于这种气候风险揭露 它就会来问我们说 未来的预估 水利水的预估的情境可能会怎么样 他们要超超前部署 他们才可以应付未来的这个下半年的订单 就是因为科技厂在接单和产能满载之下 用水需求相当大 因此提前掌握天灾风险 能够减缓天灾对于营运上造成的损失 也带动相关的预测服务需求狂增 而随着水情告急 同样题材炒热的还有水资源概念股 包括过滤设备厂续燃 环保污水处理厂重月 和废水系统工程厂中顶等 不管是增加水源 回收再利用 或是提高储备量 都成为热门的抢手技术 记者蔡嘉宇罗采人台北采访不到